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能源教育与环境的教育中心与台湾共创永续 台湾历史最悠久 具公信力的远见杂志 CSR企业社会责任奖日前颁奖 台电以TpowerDS1电换1号所一举拿下杰出方案类教育推广组首奖的肯定 协同台湾大哥大 国泰人寿等获凯摩奖的知名企业共享荣耀 记者邹志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便可以跟DS1来做这一次的教案开发 其实我觉得能源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在做科学教育 科普教育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说能源跟生活之间的连结应该怎么做 那我觉得DS1其实目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这次在做这个教案的时候 因为刚好新课刚上路 我们其实在谈所谓的素养教学或者所谓Steam教育这些内容 所以因应这一次呢 我们有三款提案 然后第一个是国小的 然后第二个是国中 然后接下来是高中成人 那国小的比较偏向是风力发电的内容 如果这些看不见的能源在这个生活中 我没有可能用什么方法去把它捕捉起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一个的房子 然后让孩子自己去点亮自己的灯泡 自己用风能去转成电能 国中的台湾能源地图其实就更有趣了 它有趣是它的深度才变深 因为国中生他已经了解一些很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 所以我们应该开始去探讨 怎么样把这些问题找到它的解放 所以在他们离开之后 我们希望他们带走的其实是一种 原来这块土地有这样的自然资源 原来我的生活可以跟这块土地有所连接 接下来谈到的就是更深入的 就是高中跟大学甚至成人也可以使用的一个教具 所以当时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扑克牌的游戏 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让大家开始意识到 原来台电在做这样子的调度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原来台湾未来的智慧电话长这个样子 就DS1它是一个起点 它是一个启发你对能源 对生活对未来有一个新想象的地方 很喜欢 基本上我们平常很少接触到能源这个东西 以前都是知道台电中央配电嘛 可是现在多了一个新的词 微电网我们可以自己发电 然后再分给身边需要的人 学校的课程其实很赶 就算想去了解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 因为毕竟我们要准备会考什么的 所以若不以为这种课来带我们 会让我们更认识这些东西 大家是上课的时候都是读书 大家是学工科 但这堂课我可以自己创作我自己的作品 利用扑克牌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事情 尤其是对高中生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在下课的时候玩扑克牌 游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更认真于投入 从比起在那边看书来说更有一些效率 让孩子从实地的操作体验 是培养他们课创精神的最好的方式 能够让同学们更了解 有关于台湾能源的一些现况 实际了解生活周遭 哪一些能源是可以再利用 对于未来的生活是有很大一个帮助 能源教育向下扎根 让孩子能更加了解能源的重要 让台湾跟地球都是永续绿色的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再生能源 但是许多人仍然认为能源距离我们很遥远 BS1希望可以发挥绿能平台的功能 让难懂又抽象的议题可以变得有趣 拉近能源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发现绿能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哪个角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